首先 我不是来关你们家的闲事的 其次 你要以为 我是你爸找来求你回家的 你就错了 那你找我干吗 你不觉得你对不起我吗 我真婚我单身 这是我的权利 你凭什么让你爸冒充大款 我没有 我可保留着 咱俩的所有的聊天记录 我打算去找律师问一问 你跟你爸的这种行为算不算违法 要负什么责任 我们也没怎么着你 也没骗你钱 也没骗你别的 一寸光阴 一寸金 你骗我的时间了 这比骗钱还恶劣 你这叫诈骗 那你也没什么损失啊 什么叫没什么损失啊 好 我问你 人家拍卖 你没钱 你在那儿举牌 最后您说 您是闹着玩的 东西你不要了 没造成损失 成吗 损失大了去了 我可以起诉你的 知道吗 对不起啊 你千万别生气 真的 我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些 我真的一时糊涂了 再说你长得真的特别像我亲妈 对了 这事儿千万别赖我爸啊 全是我 怎么不赖你爸呀 你爸这么大个人了 你是小孩不懂事 他还不懂事啊 可我爸是真的喜欢你 真喜欢就可以骗啊 要是这个道理行得通的话 那你明天就给我骗上世界名画来 警察找你的时候 你就说你是真喜欢 那你不是也骗我爸 父女男朋友是黑手贵的吗 整天纠缠你我爸才上当了 才给你保驾护航的 你爸现在是冒充大款来征婚 我最多是编个理由 来看看这个男人有没有担当 那我爸还是有担当的吧 好了 你好好考虑考虑 你跟你爸对我造成的伤害 你们打算怎么补偿 其实好多事情我爸他都不知道 其实好多事情我爸他都不知道 都是我干的 包括订酒店我爸事先他都不知道 那个 我求您了 千万别生我爸的骑行吗 我给您赔礼道歉了 您想找什么样的 我可以帮您介绍 我把他老板跟我关一特好 他认识好多有钱人 我都能帮您介绍 成吗 其实我爸也挺可怜的 他这一辈子就没有自己的生活 我呢就特别希望 他能真正的活一次 勇敢一点 别老找借口 我就是他最大的借口 只要有我在 不管他活得再差 再不如意 都能说是因为我 为了我牺牲的 所以我从小 亲亲都跟我说什么呀 说 树苗长大了好好对你爸 你爸他多不容易啊 每次听完我都特内疚 就莫名其妙的内疚 心里特难受 所以我才替我爸张罗的 而且我觉得 我爸这人这么好 没准您还能真喜欢上他呢 哦对了 我爸每回见你回来之后 都特高兴 就发自内心的高兴 今天咱俩的谈话 我都录音了 我打算去找个律师问一问 你和你父亲这种行为 对我造成的伤害 要付多大的责任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咱们别找法院知道吗 你说 你让我们怎么赔 你让人家摸了一下 你要了二十万 我这个损失 总比你那个大吧 你就说要跟他谈谈 你干嘛吓唬他呀 怎么了 他耍了我那么多次 我就不能耍他呀 他就是一个孩子 你万一真给他吓着了怎么办 你们家树苗就是胆子太大了 我要是不吓唬吓唬他 他将来指不定 在什么事情上栽跟头呢 你得学会 让他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任 知道吗 对对对对 说鸭子骗子是胆子太大了